这是一场改变汉朝命运的棋局 八岁的汉景帝刘起一言不合就抡起气盘砸向吴国太子 小身板经不住砸当场倒闭不起 皇后斗一房听到吵闹赶忙出来查看 只见吴太子刘贤满脸是血 斗皇后想试图唤醒并没有反应 用手扶住鼻息才发现早已经断气 这让斗皇后惊惧不已 她不可置信地看向自己的儿子 刘起赶忙解释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原来两人在下棋的过程中意见不合吵得不可开交 吴王太子刘贤觉得刘起输不起便拿起石头砸向刘起 作为大汉太子的刘起哪里受过这样的气 这才拿起气盘使出洪荒之力砸向刘贤以示反击 只想给她一个教训而已 谁知道这小崽子不经打 斗皇后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 于是将儿子带到皇帝刘恒和伯太后这里寻求解决之策 伯太后虽然很疼爱这个大孙子 但她并未逊私枉法 表示国君对待家事应该和国事一样秉公执法 况且现在刘恒刚刚登基不久 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引发其他诸侯不满 意思已经很明显让她不要包庇自己而分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如此才能让天下人幸福 就在汉文帝刘恒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乌漏偏逢连夜雨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她的弟弟淮南王刘长在去祭拜吕后的途中 遇上了吕后的老情人沈一基 刘长从小就是吕后养大的 对于沈一基经常出入后宫十分不满 母后生前遭你亵渎 死后你都不让他安静吗 新仇家旧恨之下直接将沈一基摔死 刘长也知道自己犯下罪过于是 绑上金条钱来赴金请罪 并且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出来 之所以如此只是为了报仇而已 刘长为了给自己脱罪 当即拉出在一旁的刘起 听说大皇子也杀了 陛下说怎么办吧 刘恒原本还想偏思自己的人分 经过刘长这么一闹 只好召集群臣以及诸侯王来商议这一大事 大臣们对于此事议论纷纷 庭尉张士芝随即解释道 按照汉朝的法律的确是杀人者偿命 但杀人也分为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两种 要区分两者之间的定义也很简单 只要看当事人和被杀者是否有仇怨 两个小孩子在一起下棋 很明显两者之间并没有救援 因此大皇子刘起属于过失杀人 并不需要偿命 而淮南王刘长和沈一基有救援 可以定义为故意杀人罪 平日里和刘长有仇怨的老臣们也纷纷附和 杀人偿命应该处死淮南王刘长以锦孝友 而大皇子只是过失杀人难道还要偿命吗 吴王刘弼看着这群大臣为了讨好皇帝 随意去接法律满肚子怨气 这明显就是区别对待 就算大皇子误杀了寡人之子 不知他偿命之罪 也该去扶牢狱吧 大臣们一听就不干了 大皇子可是未来的太子未来的皇帝 你吴王就不能大度一点吗 你只是死了一个儿子而已 而如果处理大皇子就会让皇家损失颜面 吴王刘弼气得差点把这群大臣砍了 伴随着大臣们争论不休 台上的汉文帝始终未说一句话 作为丞相的周伯猜出了汉文帝的意图 就是想将两人都保下来 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就是由朝廷出前以高规格将吴太子留险安葬 而刘长则是罚监禁一年割一线的封地给朝廷谢罪 只要不死刘长很痛快答应 而吴王刘弼一万个不服气 自己的儿子无故死去 就因为对方是太子就如此轻描淡洗 知道现在吴立和朝廷对抗 只能带着满腔怨恨转身就走 却被汉文帝教主 表示吴太子已经死去他也很痛心 为了显示诚意脱掉身上的龙袍 他要亲自护送吴王太子前往祖邻安葬 又答应让儿子留起给死去的吴王太子手里 也就在此时 国太后穿着校服带着孙子留起前来给吴王下跪请罪 吴王子不幸于命 罪责全在启儿 启儿是哀家的长孙 陛下有过 哀家更有过 伯太后表示等留起守灵欺满了之后 会带着他按照吴王的意思到吴国扶牢 事已至此吴王刘弼只能无奈答应 但这一份恩怨就此结下 为多年后的七国之乱埋下祸端 你没有想到就此结下了